今天我在这个自由亚洲的一篇报道中看到了一句话叫 微邦不入乱邦不拘 这是说什么呢 他是说这个 央视 抓了一个台湾人来电视认罪 而且宣布最近一段时间 破获了数百起台湾间谍案件 那这听着就有点离谱了 那台湾人到中国来大家都知道 是来发财的 是来做生意的 当然也有一些义工 他们是来搞这个民主宣传的 有一些是在微信群里 搞这个宣传 然后进入中国就被抓了 那么后来又出现了一些 其实也是社工 他们说的都是在台湾非常合法的一些言论 那么进了中国大陆以后就被抓了 最新出现在电视上的这个 是支持香港的 支持这个反送中的 这就有罪吗 现在给他的罪名有两个 第一个是支持代表台湾 代表台湾民众支持香港的反送中游行 并且给抗议者这个分发 他们印制的传单 表达了台湾人愿意跟香港人站在一起 反对这个送中条例 第二个罪名是 他进入深圳 在深圳拍摄了一些照片 其中涉及到军队 武警的集结 这是射密 涉及到国家机密 但无论怎么说 我们看到台湾的反应是非常规范的 首先一个要给这些人提供帮助 在这个时候他用到了一句 叫停止以构陷的手法 无端栽赃我方人民 其实我们看到 台湾这边最主要的说法是 在媒体上认罪 这是违反司法人权的不当措施 但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对这个个例来描述 那么中共一下抓了数百起 涉及到台湾间谍的案件 在央视上在这一刻公布出来 仅仅是针对双十节吗 好像还不是 其实他有更多的考量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中国人每当兴师问罪的时候 他都要有一个罪名 要师出有名 那你要打台湾或者营造起一份打台湾的这个氛围 那你要总要给他找出一些罪名来 台湾派遣间谍 到大陆来活动窃取中国的国家机密 最近我们抓了几百起这个台湾间谍 以及他们的执行人 抓到这些就发掘出这么多案件来 在央视来进行舆论引导 其实更为可怕的是后面这一点 而不仅仅是已经抓到的人 抓到和宣传是两码事 之前需要台资的时候 即便抓到人 你可以不那么大张旗鼓 那么今天即便没抓到几个人 他也可以编无数的故事 把许多他们意想出来的罪名 放在你身上 我们都知道这个不仅仅是针对台湾居民的 甚至针对其他国家的公民 前中国人 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让你上电视认罪 有美国人 有瑞典人 甚至还有白人 根本就不是中国人 他一样让你上电视认罪 甚至有些人在电视上 宣称自己 放弃已经获得的外国国籍 到中国来认罪复兴 那么也有一些 我们知道的 已经加入了外籍 但是给他的罪名是 三栋颠覆政府 那三栋颠覆哪一国政府呢 在中国的法庭上 肯定是颠覆中国政府 那外国人怎么颠覆中国政府呢 这就涉及到有可能 他们没有使用 已经获得的外籍身份进入中国 他们可能还保留一个中国护照 当然了 我们知道很多国家都是允许双方国籍的 这很容易理解 但是今天 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 被捕几百个 涉及到间谍案的台湾人 这就不太正常了 那么习他会不会打台湾 从他提出要和平统一 但不放弃武力统一的 这个口号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应该知道 他真有可能发起风来会这样做 因为今天的打台湾 跟毛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毛时代是真想打 他不跟你玩嘴 他一直在默默地做准备 包括江泽民时期 他们甚至想利用中美的蜜月 如果美方不干预的话 他们就真有可能把演习变成实战 今天的起胖其实 他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远 他要打台湾 要营造这些绅士 他的目的其实 是为了加强对内政的管理 让整个中国 各地 从军方到地方 都服从于他的指挥帮 他的目的是这个 我看到有许多人当真了 还在研究这个每年只有十月份和四月份 这个台湾海峡的海矿比较好 其他时间打可能就不怎么方便 可以这样说 公台预案里面 考虑的比你想象的要清楚的多 但他从来就没有真正 预备实施过 今天的中国外部环境已经 恶化到 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可以说前面几十年 给整个世界 提供矿产 提供农产品 提供这些 垃圾填埋场 帮助相对发达的国家 处理 容易污染的一些行业 甚至是 有污染的垃圾 什么苦他都吃了 但最终 人家还是跟他掰了 现在你看到的是 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价值观的对立 但更多的是经济上 正在撤离 原先帮助你建立的 这些东西 说不要就可以不要了 可以说 即便外资撤离了 他们也是为了 追求更高的利润 那离了你地球就不赚了吗 对吧 不是这么回事 但中逢 就亏大了 因为 前面三四十年的 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它已经让整个国家 围绕着 外想经济去运转了 即便是后 他们考虑到 最极端的环境下 有可能要做一些调整 但是事实上 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在这一刻 准备怎么办 准备自救 自救的决心非常坚定 措施也很决绝 那么他就要有一个前提 整个中国有没有准备好 就中国的民间 老百姓眼中 会不会已经预料到这个现状了 大家都在夸这个中共的舆论引导工作 宣传工作做得好 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 现在成为他们的一个负资产 就是大家都认为这个世界 跟中国挺好啊 中国已经是实际上的这个与美国可以相提并论的大国了 那么前面专家教授不停的在宣传 中国在2035年 是吧 2050年就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了 那今天你不能跟人说 人家不带你玩了 一个嘴巴的把你车勾里去了 你怎么办呢 那你要制造一个 外部世界由反华势力主导的国际维图 那这个国际维图 人家目前是以经济的方式来呈现的 也就意味着是一种慢性谋杀 是吧 绞杀 它首先让你不能源源不断的获得外汇 获得外部世界的资源 你怎么能说 人家不给你订单 不跟你做生意了 减少对你的经贸往来 这就是反华 对吧 这你解释不清啊 那怎么办 他们制造了一个风险比较小的事情 打台湾 至少喊一嗓的打台湾 先营造出一个气氛 因为台湾派了 无数的间谍到中国大陆来 破坏内地的环境 无论是经济环境 还是这个军事情报的收集 是吧 破坏了两岸的稳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安全局做了一个反击 一下查获了几百起台湾间谍案件 那你再喊打台湾 名正言顺了 是吧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人们每次看到电视认罪的时候 都是一带而过 认为这太正常了 在中国又不是第一回 是吧 连白人都给他掐着脖领的 拎到央视区 电视认罪了 你来两个台湾人 算个屁啊 对吧 事实上不是这样 很多东西 胁胖这个政权 他的做法都是 有条不紊的 在配合着他内部的一些决议 我们今天看到的新闻 往往延伸下去 最后都能发展成一个大新闻 很多时候人们 总是会忽略他 到灾难降临的时候才会知道 原来他们不是开玩笑的 事实上 他们对整个中国的控制 是相当厌密的 他们真的没有跟你开玩笑 他们不停地在设立一些 新的法令 展现给你一些新的案件 但每一个都有他背后的目的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